邓律师好 齐明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邓律师我们今天来聊这个铁路杀警 这个全国人民都很气愤 包括我们的蔡总统也表态了 但是真相是不是真的这么简单 其实就是说发生了这个铁路警察 他遭刺身亡的这个案子 对 那有看那个影片 大概都知道客观的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 有看影片大概就知道 那但是就是说 这个被告 他到底当时的精神状况是怎么样 那我们就没办法从影片 马上得出一个结论 那这就涉及到了就是说 我们刑法处罚一个犯罪 必须要有几个要件 第一个就是说 他是一个客观上就是一个犯罪的行为 而是不对的 就是不对的 那再来最后就是 他行为人必须要认识到 他这个行为是不对的 他自己要知道 对他如果不知道的话 那你就没有办法去认为说 他是一个需要被处罚的 因为你打他也没有用 他不知道他自己做了什么 OK 就好像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五岁的小朋友 这个拿了刀 把爸爸的心脏戳个三刀 这时候这个五岁的小朋友 会不会被抓去关在监狱里面 应该是不会 因为他不知道对不对 OK 刚刚举的这个例子也许有点极端 但是我们要说明的就是说 讲到比较理论的 刑法的所谓的犯罪的意思是指说 你构成要件要构成 然后客观上要有违法性 是不对的 最后就是你要有这个责任能力 对 要承担责任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在这个案例里面所发生的问题就是 他到底有没有承担责任的这个能力的讨论 因为我们刑法第十九条规定 如果说他是精神这个丧失的情况下 所做的行为的话 那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处罚 那如果是只是耗弱 就是减低一点 还是有办法判断外在的能力 这时候就减刑 那这个判决会让一般人民觉得说 可能是恐龙法官的状况 是因为他不像我们典型 所看到的那种精神病患 你从这个新闻 或者是普遍所收到的 接收到的资讯 好像不像我们传统所感觉的那种 随时处于这种 没办法理解外在事物的这种精神病患 就是并不是看起来就很明显的精神病患 对 在很多的一些典型案例里面 会让一般人产生争议的 就是说他对外在的理解 他能够去买票能够去对答 他能够去做一些事买刀子等等 那可是在很多的一些面向上面的一些交谈 或者事物的理解 他的妄想等等又是不一样 那所以说当然了 对于这个警察他招刺这个 大家都觉得很无奈 然后或者是觉得说 我们社会如果随时都有这种 会加害人的 是觉得这个患者在 在可能会伤害到自己 就觉得那我安全性受到威胁 可是事实上不会有那么多的状况 那只是说在个案上面被渲染 让大家觉得说 我们的公共卫生可能没有做得那么好 所以说很危险 其实台湾跟世界这个比起来安全太多了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 安全这个东西 其实不会因为个案造成的那么大的影响 这是第一点 就是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要理解 我们所处的环境 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不安全 台湾是很安全的 是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针对这样的一个状况 怎么样来事前避免 那事后要怎么处罚 那这是两个面向 就是说事前怎么去避免 又涉及到这一个 如果你没办法判死刑 他如果有一天还是会在社会生活 你又要怎么样去避免发生 类似的这个 这个不 这个汉事 就是说 一般认为说 监护处分五年太短了 要再长一点 其实先进国家来讲 就是说 长期监护 靠这个司法精神病院 这种方式来把它监禁在里面 它不是一个好方法 就是说你没有办法 一直把这些人就关在里面 然后把问题给解决 所以并不是要把它关一辈子就对 对 我们刑罚有分 就是说 如果是一个犯罪要刑罚 那假设没办法用刑罚处理 就像精神病患 就是说 这种患者的一个状况 他不罚 但是他可以做一个保安处分 什么叫保安处分 就是保护这个社会的安全 一种处分 那就是让他在 有这个医疗照护的这个状况 那又能够让他 没办法去社会上 可以自由的去行为 那某程度来讲也是拘禁 对 只是他不是刑罚 就是他是一个 有医疗设备的一个这个场所 把他这个 算是关起来吗 反正就是把他照顾起来就对了 医疗照护 对 我们大家讲说医疗处域 医疗照护 医疗照护 一方面要治疗他 一方面是为了社会安全 对 那当然在刑罚就没有治疗的功能 所以对于这个部分 当现刑罚 其实五年已经蛮长了 那可能民众认为说要更长 那先进国家 其实不是这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刚刚讲到了 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处罚他 那但是他又必须要做保安处分的时候 这个时候该怎么去就保安处分 以后他要回归社会 或者是说怎么样避免这个 再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其实就要谈到了所谈的精神医疗照护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对于精神医疗的这个照护 一般民众可能没办法理解 所以就认为机构化主义 就是所谓的把全部关在里面 是最好 当然对于这个一般民众会认为说 这是最好的 事实上这一套理论叫做所谓的区隔差异淘汰 我们对于我们所不一样的人 我们认为要把它区隔 区隔的下一步是做这个差异化 因为区隔的这个过程当中 还没有做所谓的价值判断 但是差异化的过程当中就会认为 可能我是高等动物 你是低等动物 我是正常人 你是不正常人 我是可以在社会有贡献人 你是社会没有贡献人 这时候他们就会被排挤到怎么样 边缘 那接下来就把他们淘汰掉 但是这一套的模式 不仅仅在这个精神病患的处于 你用这样的模式去做它 我们也会用这样的模式 在所有的一个社会 国家的一个机制的运作都会这样做 但这不是好方法 这不是好方法 也就是说对于这个精神医疗的去机构化 其实比较好的 怎么说 就是说居家生活社区照顾 跟这个医疗机构的这个治疗 我们当然认为说居家能够做到最好的 人际关系的维系的话 它是最好的 对居家治疗比较好 就是说我们还是回到就是说 人际关系的问题 如果这样的一个人 他有足够的爱 足够的这样的人际关系的支持 他发病的状况会比较少 那对社会的安全会更好 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议题 就是说对公共安全的一个议题 跟这个 这个国家的安全就是人民在社会生活的安全的关联性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 那回到这一件这个铁锦招次的这个案子 我们还是认为说要去看完那个判决 再下一个判断会比较好 所以两边最大的争议点 是不是当下他到底有没有行为能力 他知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事 对不对 就是检察官跟法官的差异 对就是说他被起诉这个杀人罪 他到底对于这个他杀人这件事情 他有没有理解 他是不是因为妄想症 没办法自己控制所造成的 所以法官是认为他是在妄想的状态 对就是说他是一个精神障碍的一个状况下 不能够辨识他的行为的违法性 就没办法去认知了 那当然我刚刚讲过了 就是要对这个案子做一些一个评论 我相信说看完这个判决 那个判决大概五万多字 会比较好一点 是我们台湾人现在看新闻 如果只是看标题而已 或者看一些新闻写的一些大概几百字 然后就下一个结论 这太快了 我们应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或者是我们的年轻人 因为老年人已经没什么 没办法改变了 就是说你当你要做一个评论的时候 就类似这样一个案子 最好是把判决看完了之后 然后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看法都OK 但是前提是一定要把一些 客观的一些资料 先稍微了解 而且法官判决理由 他也是有依据一些医生的诊断鉴定 对不对 当然这个细部的部分 可能我们没办法在这边讨论 就是说当然有人说一个医生不够 不可能靠他自己 只有社工心理师这样子也不够等等 这个见仁见智 那法官在判决里面都有一些 他交代说当时是什么样的状况 他事前怎么去买刀子 然后他上了车之后 他不愿意下车 然后对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还有列车长跟他讲了什么事 那到警察来 那他不愿意下车等等 这个是一个态系态系的 我们没办法在这边做审判上的一个讨论 我们只能就是说抽象来讲 如果他是一个精神丧失的 当然法官这样判结论是对的 那当然如果说认定错误 他其实没有精神丧失 那法官判可能就有一些问题了 那到底怎么回事 我相信就是说 我们既然是法治国家的话 就是法院有相当的依据跟证据来判 就只能依照遵照 就继续看下去 那这样讲的话 如果说你是在梦游中杀人 是不是也有可能判无罪 因为他不知道你在干嘛 我们在大一刑法的时候 讨论刑法总则的这个 讨论这种责任的例子就讲 如果是梦游杀人的话 这是无罪的 因为你确实不知道你在干嘛 对 有一种理论叫原因自由行为 就是说你在做这个行为之前 你是可以自由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 我知道我自己酒醉之后 会做出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就拼命的让自己喝酒喝醉了 然后就把你给杀了 那这时候还是认定说 你在杀人那个时候 你不知道你酒醉的不可清醒 对 你根本不知道吧 OK 酒醉浓度已经高到不得了了 但是你还知道拿个刀子 去戳人家几刀 你只知道拿刀子去戳东西 这个动作 但是你不知道戳的是人 也不知道这个是一个杀人 因为根本没有思考的能力 但是你在之前是有的 这我们在大一时候 常常在辩论就对 再举这个例子 梦游也是一个 梦游也是一个 我们刚讲如果是刑法被判无罪 那民事能够求偿吗 民事的话 他还是有可能会求偿到 还是看民事的法官就对 虽然你是无罪 不是看法官 是看因为民法第184条侵权行为 因为故意过失这个致人于死的话 他还是会有赔偿责任 对 刑法我们刚刚讲过了 是因为你没有认识 你有责任的能力 是 所以你不需要这个负担刑事责任 但是你会有保安处分 就是说必须要去制作治疗 对 那到你可以在这个社会生活 那但是对于这个损害赔偿的部分 那因为你有没有承担责任的这个能力 是不做考量的 所以说民事可以求偿 但是刑事的认定就是 他是无罪的状态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 就是说 五岁的小孩子 他去做了一个杀人的这个行为的时候 他的父母要不要赔偿责任 对 理论上是要 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 当然不见得一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只是说 在民事上的一些判断上面 跟刑事会有一些不太一样 对 所以这个案子现在就 因为还没定验嘛 所以我们还要再看二审三审 到最后对不对 当然资讯会越多的情况下 会大家能够做判断的资讯会越多 有时候很轻易就会说恐龙法官 可是有时候真的是判决书到底 大家看过了没 你觉得呢 对 因为很多案子大家都会这样子 用你的这个常理去判断 可是常理跟法条又是另外一回事 法条是 这个法条是为我们生活而定的 对 我们不去管这个法条 他怎么规定 我们要了解就是说 我们现实的生活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条 就是说一般人对于说 现在刑法规定说 如果他是心神上师要判无罪这件事情 大家有没有意见 我想世界各国都不会有意见的 对 因为重点是在就是说 犯罪要处罚的是他能够知道他在做什么 这要责任的能力 对 那所以说着重的重点会是在 避免让这一群人会做出犯罪的事情 事前的预防就对 我们重点就在这个地方 而不是在这个法条上面说 要废掉或者要存在 不是在这个地方 而是他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是这个法条是没问题 在试用上面 大家有一些些争议 但是在试用上面有一些争议的情况 是因为 我觉得是一个媒体的一个带风向 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杀人就要折死 对这样的一个观念 那才会导致说 你如果说没有判死刑 我就没办法接受 我们讲比较不好一天 如果今天判了无期徒刑 还是有很多人骂 还是不能接受 应该就是应该要死刑 怎么判都有人骂 所以作为一个法官 他不能够因为你怎么判都有人骂 你就改变了你 秉持良心去认定法律的这件事情 那所以说要怎么讲 那判了死刑就不是恐龙法官 但是违背他的良心 那怎么办 我们要这样的法官吗 就是他综合所有的证据资料 他认为我们讲这件 假设他已经认为说 他当时真的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 他就发病了 而且这是一连串的 从事前很多的迹象显示 他在行为那个点是爆发出来了 是接受外在的一些状况 还是怎么样 那假设这样的法官内心 已经认为是这样子的 可是他觉得 他如果判出来就是今天 一定是大家骂他 所以他就改风向 他就改风向 好判一个死刑 那大家觉得该死 然后这件事情就不用再吵了 然后就继续过我们安全的生活 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们也不希望有这种法官就对了 我不知道 考量民意 我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民意的想法的人 他是不是希望说存在这样一个法官 还是他希望说 不行你法官你不能这样想 你连你的良知都改变 你必须要认定他就是该死 是 所以他虽然是判无罪 但是他还是有一些处罚嘛 就是包括强制救医 那也算处罚 那个好吧 客观上面的一般人可能认为那是处罚吧 他其实是为了保护社会安全 以及要去治疗这个行为人的一种措施 我想法官应该也会去想说 他判了之后 这个案子会遭受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议论就对 没想到是从总统 到法务部长到 这个警政署长大家都有理解 那这可能只是说会搭到这种程度 可能法官没有料到 我懂我懂 他以为只是网民 大家骂一骂就算了 结果一大堆相关有法律背景的跳出来 对啊 其实刚刚讲过了 就是说 他在判决署里面去交代 那二审的法官要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我们就等二审到时候有没有更多的资讯 大家可以再参考 不过我相信这个发生这种事情 对加害人或被害人的家属 都是很折磨的 对都是很昂熬的 就是说发生一个不幸的事件 不管是被害人的家属或加害人家属 对他们也会被人家指指点点 就是说他们心里也都会很难过 所以说在事件当中的关系人 我们要多一些的尊重跟包容 对 所以是不是大家也应该 用冷静客观的理性来看这样的一个判决 毕竟他们都不是行为人 也不是实际的被害人 但是他们因为有那一条跟加害人跟被害人的一些关系的维系 那一层会让他们感受到外在很多的力量 所以这样看来我们刑法第十九条是没有问题的吗 原则上是没问题 不是一般人也没有修法 而是在质疑说那国家怎么去确保我的安全 不要让精神疾病的状况罚作了之后造成的一些伤亡事件 我想一般的民众所关心的大概是这个事情吧 对 所以像我们讲的连续杀人那个政洁就没有这个问题 对他就完全清楚他的状态之下所犯下来的 因为那个案子我并没有很详细看待判决书 所以我不是很清楚 就是说不过就是就是说针对思觉失调症的这个问题 我刚刚讲过 个案上面是由法官去做判断 那在鉴定的过程当中 是医院 会有很多很多的资讯 对 由心理医师跟这个鉴定的社工医师等等 他们去做一些判断 那当然最后的决定是由法官 而不是说这个鉴定报告出来的时候 他的结论就一定被踩 不是 法官可能踩或不踩吗 因为那个医疗的也是医疗的鉴定 他针对医疗的这个他个人的精神状态的这些判断 他必须还要从法律的角度做最后的确认 对 因为毕竟精神的这个鉴定 他只是做精神的鉴定 他不是就整个案件的审理 所以精神鉴定有可能作假吗 就是有可能有聪明的人能够去骗医生吗 我想不是那么容易 你要去装变成一个精神病患 然后去这个被认定你就是精神病患 我想非常非常少见吧 很难喔 你觉得呢 我觉得非常难 因为人家是无时无刻都在观察你 所以说啦 这个有些人讲话都不负责任 说这个给你挂一个精神病的牌子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杀人执照 你就可以当作杀人执照 真的是这样 当然不是这样子啊 我觉得我们在思考很多的事情 就开玩笑可以有限度啦 比如说 你因为不满说 国家没有去建立好一个社会安全网的体制 造成的这个杀人事件发生 你可以去针对这件事情做评论 但是你要说 因为你是精神病患 就拿到一个杀人执照 这个是很糟糕的一种讲法 因为我想没有一个人希望自己是精神病患 没有一个人希望自己是 失觉失调症的患者 也没有人会希望是自己因为这个患者而去杀人 这样一个不幸的一个状况 我们怎么样去改变它 就是说不要让它发生 它的重点就在 我们的国家如何去建立一个社会安全的体制 然后让它发生了之后不要再发生 应该讨论是这个情形 对 而不是散播一些奇奇怪怪的言论 这个事情没有帮助 这个就跟你欠钱一样 你就会认为说 那我申请破产我就可以通通不要还钱 不会有人想要故意破产 然后去躲避一些债务 对啊 所以重点应该怎么样 不要让自己变成没钱 对不对 那所以我刚刚讲过了 这个社会安全网的议题是很大的 对 很多面向 当然其实里面涉及到很多 可能涉及到的最重要的是经费 对 就是说 假设我们随便举个例子 假设每个人 每个人这个 每年有一个五块钱的这个税捐 作为安全防护 那就会有不少钱了 我随便举个例子 那有钱的人 他需要的安全感越大 所以要那个安全税捐更多一点 对啊没错 就按照这样的比例 就会有不少的经费 可是一个国家的预算 你健保你也要钱 你长照你也要钱 你修个这个房子 他这个断掉你也要钱 你什么都要钱 那有时候就对这种最弱势的这些 就放在这个比较后面 因为他不会天天发生嘛 所以有时候经费自然就会 对啊 所以重点来了 这样大家都很清楚了 当你认为 他维系到你认为很重要 那你就给他多一点的预算 来去防止这个事情吧 无论在这个精神这个医疗的这个照护体系 人员资源社工 对 你给他多一点安全网就更多了 那那那不是说你盖了一个 把钱花到盖 盖一个一个精神病院 把关在里面结束 就盖一个硬体 难道盖一个硬体就结束了吗 然后人就不管了吗 对对对 没错 这个还是要靠家庭的功能的支撑 才是最重要 所以所以说就是说 当我们想要越多的安全 那你要投入多少的资源 这里面包括人 包括这个钱 包括硬体 包括软体 这些都是的 那假设我们认知到这一点 国家多拨一些预算在这上面的话 那就能够降低 这样的一个状况的发生 而不在个案上面去讨论说 这个人很可恶 要把他杀掉 你杀了这个A 明天还会跑出一个B 对对对 就是这群患者确实都是存在的 就是会有不少的这样的一个患者 我们都希望说他能够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照顾的情况下 跟他的家人能够相处的很好 跟这社会相处的很好 当然还是会有一些比较不幸的事情发生 可是他数量降得到最低 就在一定的一个可容忍的一个状况下面 这个国家的就是安全的 今天非常谢谢邓湘权历史